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有爱心的凯文 嗨,大家好,我是凯文 午餐时间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光 今天我们在谈论昨晚,我们都吃了什么 我奶奶做了香喷喷的鸡汤 我爸爸做了美味的意大利面 我们点了好吃的披萨 但是,迈克什么也没说 只是低头看着桌子 嗯?这又哪里不对吗? 晚上回到家 我把中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奶奶 奶奶说 何许,迈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足够的食物 在一些家庭里,很多东西都是不够用的 奶奶奶接着解释道 那天晚上,我一点也没有睡着 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家里也没有足够的食物 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 我看到了一个送货员 正在超市旁边卸货 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到了学校 我就向大家分享了我的想法 嗨,同学们 我们来组织一场食物募捐活动吧 咦,可以吗? 好哦好哦 同学们也纷纷表示 愿意参与进来 梅森老师说道 真是太棒了 你们真是一群有爱心的孩子哦 我们为募捐活动设计了几条标语 并且制作了一些传单 我和迈克在学校各处张贴标语 奥利和其他同学把传单带给他们的家人 到了周末 奶奶陪我去超市挑选要在募捐活动中捐出去的食物 我选了玉米、意大利面 还有番茄酱 我说道 嗯,奶奶 这些都是我平时最喜欢的食物 到了学校 大家都把捐赠的东西放到了指定的箱子里 节灯带来了几罐浓汤 奥利还带来了一包婴儿用品 嘿,欢迎大家参加食物募捐活动 食物募捐活动 你要来参加吗 大家好呀,快点来参加我们的食物募捐活动吧 我和迈克帮奶奶把所有的梦捐的东西都搬到了食品架上 迈克今天要来我们家吃晚饭了 哼,这里有好多食物啊 是的,今天有很多人都不会挨饿了 奶奶说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